无微占的政策现在是转弯了 将朝全民免费规划 估计这个经费会增加大约200亿元 而总经费加起来大约有1300亿元 所以这个部分虽然是还在特别预算之内 但是在野党力我也担心 会不会排挤到防疫还有纾困的预算呢 尤其政府是不要排挤到疫苗的预算 我们看到一份最新的调查 根据了这个调查呢 这是雅虎新闻的民调发现 希望呢政府呢就是直接发现金的 有82.9% 发振兴券的只有14.1% 这份资料之后呢 我们再等一下还会看到另外一份更新的资料 是消机会的资料 希望发现金是高达有9成的 所以呢这数据是非常的高 但是呢政府呢就是不愿意发现金 所以呢现在包含了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他就爆料了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五倍券的印刷用纸 已经在运来台湾的路上了 已经从欧洲运回来到到台湾 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纸都来了怎么办 当然是要印啊 但是现在呢其他的县市首长 希望发现金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包含了台东新竹彰化 台北市长克文哲说 国家一样都真烂都没进步 还有云林县长张立善也认为 民众现在需要的就是救苦钱 另外还有包含了教授 郑大教授陈国良也认为 成本更低而且又方便 为什么呢 就是要发现金 现金可以完胜振兴券 另外呢就发现了 立委吴四瑶还自己讲说 该转弯就应该要勇敢的转弯 所以看到其实有这么多人 就是希望能够直接发现金 五倍券政策大转弯 原先要民众掏得一千元 中央说要吸收 不过五倍券预算一千一百亿 现在要全民免费领 将再增两百亿 总经费将超过一千三百亿元 虽然还在特别预算可支付范围 但有立委忧心 可能会排挤到防疫纾困预算 比较担心的是预算排挤 会不会排挤到买疫苗的钱 他三百四十亿的钱 可能会被挪去那里 也不一定 那事实上三百四十亿已经不够了 我们希望多列一点 事实上还剩下一千六百亿 那在其中我们早就把购买疫苗的 三四百亿预算匡列下来 确保疫苗的购买预算 这个是优先的 五倍券拐个弯 免负一千零五千 联民建党立委也叫好 吴思瑶说该转弯就勇敢转弯 阔国文表示财政有余裕 政府就支应 但根据消息会最新民调 高达90.2%民众 还使希望发现金 蓝军跑红既然政策要转弯 为什么不转发现金 提报政院早打定主意 在罔顾民意之下 已经准备进口 五倍券所用的纸张 从欧洲进口 目前已经在路上了 很快就会到达台湾 行政院自始至终 都没有把民意放在心里 所有的继承民众 都希望以现金取代五倍券的时候 行政院一意孤行 百姓生活快过不下去 政府却还坚持五倍券硬下去 对比急需振兴纾困的百姓 这做法恐怕只显了政府的毫无诚意 记者黄明娟李选台北报道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今天早上最新的民调 就是萧机卫所做的 这份民调发现 有九成的民众 是希望直接就发现金的 另外还有第二个题目就是 如果地方或地方政府呢 不会加码发放 证信券或者是现金的话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这份的题目 有百分之五十点九的人 还是希望呢 能够采现金的发放 也就是说呢 赞成加码发放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采用现金的发放 另外有百分之二十九点七 这是认为可以产生竞争的效应 让消费者更加有利 不赞成的民众当中呢 是反对中央地方各自为政 认为说政府要统合资源 地方政府的财务能力 也是各有不同的 这样子会造成差别的待遇 而且认为说会再留子孙 所以呢 其中最重要 百分之一半以上的人 还是认为赞成加码发放 但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金 但是呢 苏葵似乎都听不见民众的心声 因为他就是很坚持 要振兴五倍券的发放 但是虽然政策转弯了 一千块钱不用付 但直接发给你五倍券 但是呢国民党就大酸了 这跟马英九任内发放的消费券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岂不是变成了马政府的消费券吗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弯呢 现在传出来了 是因为苏葵压不住自己人吗 所以呢政策的转弯 这内容呢 幕后是有一些盘算的 包括什么呢 苏贞昌跟蔡英文之间的互信 是破裂的 还有呢就是派系之间的堆立 以及呢决策的封闭 所以呢包含了立委 陈玉政就说 苏贞昌跟蔡英文的决裂 不是一日之寒了 所以呢 他们之间花了很多的时间 都在做派系之间的斗争 包括了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尤盈隆也说 苏贞昌呢弃核心主张 意味着他的权力意志也受挫了 所以呢蓝营大酸说 是苏贞昌被迫听话 蔡英文早就想要换掉他了 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全民普发现金 蔡英文想换掉苏贞昌院长 这个传闻早就在政坛盛宵城上好久了 应该从过年前就有这样的声音了 那只是后来遇到疫情 为了平稳嘛 那接着呢 这个现在这个内阁 实际上离民众真的很远 国民党苦口婆心一直说 一直说他都不听 现在实际上连民进党里也都听到这么强烈的基层声音了 那事实上到了上个礼拜还是倡议孤行 不肯改嘛 那直到蔡英文出手 那我觉得蔬菜之间的这个心结应该已经是很深了 不然没有必要走到要台面化 如果私下可以解决的 同党又是总统对行政院长 应该用私下讲就OK了 哪里还需要走到台边上来 表示之间实在是有不契合的地方了 所以很明显证明当初这个这些书院长等等的人 他们当初在野的时候 还有蔡英文当那时候当主席的时候 他们所批评马英九是为批评而批评 那走到这个地步 当时马英九还是已经是在正清阶段 不像现在遇到这么辛苦的要纾困 疫情是需要纾困 现在的情形是比当时严重很多 所以现在应该做的才是应该发现金 因为现在是基层百姓都哀鸿遍野 现在才是需要发现金 然后那个像这种消费券 或所谓的五倍券也好 这什么券都应该是等到正清阶段 针对特定目标再来做 的做法民进党政府突然间大转弯 拍歉你们就是在学2009年马英九政府的消费券 因为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你真的要发券 你照顾的就会是大财团 大卖场大企业 你照顾不到夜市摊商小吃店 最需要照顾的人 不能找零的话 因为他讲说正清阶不能找零 三张一千元面额的 你拿一千元的面额你怎么样去夜市消费 你怎么样去摊商消费 你怎么样去小吃店消费 甚至两个人有些时候一次吃一顿餐点 你都不一定两个人去约会 去吃饭去看电影 你都不可能一次消费消费到一千块 所以换句话讲是说 你这一千块三张一千元面额的 你就不会去消费到这一些比较低价的 铜板美食铜板经济铜板小吃 不会因为你没有办法找零 商家也很难去使用 所以你到最后你就变成什么 你到最后你就变成是去大卖场 你到最后你就变成是去买一些 比较高单价的东西 那真正一般的庶民经济 你就没有消费到 所以说你根本不是在照顾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基层 而是你是为了要照顾这一些大商家 大卖场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政府最荒腔走板 而且是最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设计票券的一个主要原因 武备捐的政策法夹湾被视为是苏格任内可能是最大的重挫 大家会不会觉得苏贞昌是不是真的应该要下台了 大家如果认同的话 加一觉得苏贞昌还可以继续做 他还会继续做的加二 我们来看看什么时候他会下来 因为现在苏贞是不是压不住自己人了 他这个民众的怒火 结果造成的现在政策上的转弯 本来是要先给一千块钱 然后给五倍券 现在政府决定了 就是不用这一千块钱 直接给五倍券的这个振兴券 但是这整个政策的转弯 是不是有真实上的一些盘算 苏贞昌跟蔡英文这两个人 他们是不是没有互信了 而且这里头有太多的派系的一个对立 造成有一些决策上的封闭 所以呢像立委 万美林就说 没有各派系接受的人选 也有这个像是立委 陈玉珍也认为 蔡英文跟苏贞昌的裂痕 并不是一日之寒 所以呢在党现在分析说 这让蔡苏之间的嫌隙 跟民进党内部的一些斗争派系 都浮上了台面 而且说了苏贞昌呢 为了这场的隔魁保卫战 不得不同意免费券来发放在中央续命 但是学者施政风预言 蔡英文应该已经在 物色下一任的隔魁人选 他认为说苏贞昌在暑假之后 将会有所变动 立委在地方上也知道 这样子其实大家是怨言 恨死个闷 那怎么办呢 但是苏贞昌他已经看准 就是说 你这是没有人啊 你拜托我的 当时出来的时候 就讲好就是让我来做 对不对 我就尽量再做了 所以小英大概也不能怎么样 他意思有点说 我有手给你说 点到为止的 你自己看着办 苏贞昌也说好 那我就让一点点 对不对 就是一千块不用了 OK 他其实也说 你对我也是莫可奈何 你没有人可以用 其实他意思是说 我能做多少顺多少 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坦白讲 那个真的是反弹相当的大 即使他数字 弄出来再怎么亮丽 也你知道吗 只是混是太平 你看他出来都是 罗秉承出来讲的嘛 讲的都是相当的不专业的东西嘛 经济学者 没有人愿意出来帮他背书嘛 OK 所以我是想说 大概他也讲 我是觉得大概就是在 差不多暑假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说 他们现在民进党内部这个部分 就是说到底谁要来接 其实小英还有在瞧啦 就是说他们到底 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小苏的部分嘛 暑假前能不能接嘛 那最近方式 是不是要去这个海基会 那当然耀耀欲试的 其实就是游熙坤嘛 OK 那中间这里面 当然他们还是会担心 就是说万一游熙坤做会跟成苏贞昌一样 就说是所谓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拜托 你高兴我来嘛 然后呢 他就是 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说 那实际上他有点担心啦 他在找一个大概会比较 比较天化的 比如说 陳建仁等等这样子 看起来 苏贞昌是想要去赶快的让蔡英文博奖 然后他有更大的权力 去为他自己的派系 谋取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的 这样的一个敌敌的效果 但是这毕竟就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动呈 那总统不想让自己博奖 那行政院长希望总统赶快博奖 这个在政治上面来讲 我们当然心知肚明 可是问题是为了他们之间的 要提早博奖 或者是想要延后自己博奖的斗争 去拿人民的利益来当牺牲品 那我觉得不管谁赢谁输 这个政党事实上都已经跟人民的利益相违背 我想蔡英文可能也有他的盘算 因为毕竟年底还有一个1218的公投 那可能在这之前 内阁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除非说有一个很重大的 权力斗争上面的利益 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会让这样的一个残斗到年底都难分胜负 就造成很多的施政 没有办法迅速有效的推断 刚刚问大家说赞不赞成 苏贞昌应该要下台 就发现大家刷了一整排的嘉一 都认为说他早就应该下台了 还有人说他几百年轻就应该下台 另外呢歪楼还讲说嘉一 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上台 谢谢大家的回应 但是要记得 你这个回应完之后呢 跳出这个聊天室 外面先去帮我点个赞 然后赶快再回来回应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苏贞昌应该要下台 因为他的政策就是跟民意是背离的吧 我们来看这一份最新的民调 这什么民调呢 这是针对了五倍券发放的方式 消极会在今天公布的民调 这个民调是最新的 在今天早上才公布的 我们来看到这一张的图表 超过的有9成的民众 也就是90.2%是赞成直接发放现金 也就是你看到的橘色的部分 这么大一个圆 几乎快要是全圆了 都是赞成直接发现金 这个民调是目前我所看过 所有民调当中 要求发现金数量最多 它的比例是最高的 而且还这样 这是消极会的民调 也就是半官方的民调 居然是有这么多的民众 是认为直接就发现金 只有少于一成的民众 9.8% 认为说应该要发放五倍券 所以这是民意的 看到橘色这么大一圈 大家都认为应该要发现金 接下来问说 如果你是填要发现金的话 你赞成发现金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来看到 发放现金是可以作为存款 或是其他的用途 像是缴学费 这个部分也占了34% 那这个题目是可以复选的 五倍券有使用期限 但是现金是没有使用期限 这个部分有41% 我同时在线上也问大家 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想要选的 我们就从上面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12345都五个你选看看 你觉得是哪一个 是你跟你心里所想的是很像的 好就我们再讲一次 第一个呢就是发现金可以作为存款 或是其他的用途 五倍券呢有使用的期限 现金则是没有这是加二 第三就是发现金比较环保 我想应该很多人认为 发现金是比较环保的 另外呢不用花时间去领 发现金呢就直接又好用 有79.3% 如果你认为是 也跟你想象的是一样 你就给我加4 因为1234这个第四个 那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很多人都写 印制五倍券的行政费用太浪费了 不如折成现金来发放 好的确我们从去年的三倍券来看 去年的三倍券 它的行政费用就高达了26亿 23 26亿多 所以呢大家觉得说实在是浪费了 所以呢很多人都说 不如把这个二十几亿 直接拿来发现金不就更好吗 12345 等一下来看看大家的想法 觉得哪一个跟你现在所想的是 比较相近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真心五倍券呢 面额来看到面额最多是 从最小面额是200块钱起跳 从200到500块钱 但是呢早餐店就不开心了 市场内的小摊商也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冷霸抠 如果说民众买东西小于200块钱的话 那你要怎么找钱呢 根本不方便 有的早餐店因为呢消费金额很少 你要找零也很麻烦 干脆就不收 有一些人硬是硬着头皮苦撑说 不收五倍券等于是说没有钱赚 还有店家说了 连兑换五倍券都有困难了 希望政府可以考虑直接就换现金 或者是放宽对外的限制 对啊直接换现金啊 觉得直接发比较方便 因为你们就直接不收嘛 因为我们这种早餐店 我们这种早餐店也不知道怎么收 不早零 我们这个是金额都很小 不早零 对他们来讲也不方便 你说一个一张券最低的是两百块 客人买一套早餐就是五六十块 你说叫他两百块不要早 怎么可能 大家都辛苦啦 你撑得住的就尽量撑啦 哪一个人都很辛苦 不收不就收啊 有什么 没有赢单啊 就是因为法规的部分 我只能把它用出去 我不能拿去换 不早零其实不方便 因为有时候不好兑换 如果兑换上 比较像之前限制那么多 应该就还好 那好 所以你们会收这样 事前当然就收啦 如果政府没有限制 去特别的机构换的话 其实早零没有关系啦 因为不然也没人买 我们还限制那么多干嘛 其实会有 可是原则上 一般消费者他没有那么故意的 一般都是 他会拿零的来买 假如说有大额一点的话 他可能用一千块付 多多少少 真的假如有需要的话 我们还是方便消费者啦 因为这种东西 让尽量去流通它啦 因为他说不用找零 可是我们私下大概都有找零 还有我们有配合一些活动 振兴的活动或促销活动 我们一起 我有在准备 到时候也会一起出来 我不会 científic 一会儿 那么这个 一会儿 一会儿 Something 感谢观看